童醫師球星小破劉富豪 本季在咲戀團啟用更多新人情況下 大多推機替補 劉富豪比較常在面對左頭時候先發 或者帶打 面對角色轉變 坦言花了一點時間才適應 確實是一個困難課題 打職棒第十三個年頭 劉富豪曾經寫下外野金手套六臉霸 四度獲選年度最佳十人 身搖累積一百零五發的拳打 攻守實力不需要贅述 儘管出賽不像過去十幾年那麼固定 小破仍然自信地說 腦中完全沒有退休兩個字 完全退休這種念頭 因為就是我認為我還能夠再 再打個幾年跟自己挑戰 那你只要達成自己的要求 我相信自己對自己要求高 達成到那種要求的時候 沒有 你會沒有競爭對手 也會督促自己 就是不能被年輕人追過 就是這樣正面樂觀態度 劉富豪即使表現空間和時間 不像過去那麼穩定 轉變成為面對左頭功能性打者 或者在比賽的後段 需要記住他的守備 腳或笑說都OK 因為只要轉個念頭 還是能夠在最愛的棒球場上 開心打球 回來的順章接口 黃華軍採訪報導